什么道德啊,说我多少次叫你别捣费这种东西 你还敢大吵大闹 你偷家里的音响没事,我再买回来就算了 你居然敢偷大妈的经验子,你想害死我 想不认识自己的家,要不然都把你早备开始坐牢了 你们没有人追上我,头来就不追上我 你说这种事还要人尊重你,这是你的家,不是我的家 你说什么,你是你老公,不是我老爸 你什么时候没那些呢 管不得 小慧 小慧 我也认识游戏的过来人 我也知道,老师对人管着很没有意思 怎么,你以为你够坏了吗 告诉你差得远呐 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怀着你当卫婚妈妈 我十岁,离家出走,跟进太保鬼混 十三岁,学生 投东西啊,抢劫 当妓女,什么坏事我都做过 后来碰到你爸爸 那个时候,你亲生爸爸很勇猛 他是黑灯上的一个杀将 他追我 我已经跟了他 我确实很喜欢他 他发过誓 他只爱我一个女人 永远不会战第二个女人 你过来 过来 这才叫纹绳 孩子,你知道吗 当时,我很幼稚 以为我可以跟他过一辈子 结果 你生下来没多久 有一天晚上 我抱着你回家 我看到他跟一个女的 躺在床上 他手挂气疯了 你拿到他猜到 都是他们两个 我懒得 我懒得 天明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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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都是我主事 你爸爸 再也会 妈 孩子 你现在明白 我 为什么 我要对他那么好 但是 你要不是 女人出现 帮我抬起他 我十七岁 没你 就来了 妈 我以后要听你痛 再不应付星期了 我 不应付 我